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开胃下饭小凉菜 拌三丝,也叫老虎菜 做法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准备大葱,尖椒,黄瓜,香菜,还有洋葱 说是三丝,其实主料只要有大葱,尖椒和香菜就可以了 其他食材根据个人口味选择放 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也有很多技巧 比如说切大葱 如果大葱这样切就错了 这样切的葱丝吃起来塞牙,嚼不动 我们需要用刀从中间把葱片开 然后取一半斜刀切成细丝 这样切出来的葱丝口感就不一样了,不会塞牙 尖椒清洗干净,去紫去瓣 用刀轻轻的拍晕,拍扁 这样切丝的时候就不会逃跑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少许洋葱,同样用刀拍一下,切成细丝 香菜清洗干净,切成长段 切好以后一同放入大碗中 做这道菜时,我选择再放一点黄瓜丝 来中和一下它们的味道 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清爽 再来三粒大蒜,拍云朵碎 条件好的可以再放少许炸花生米 炸花生米时冷油下锅 炸着花生米在锅中噼里啪啦的时候捞出控油备用 接下来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一点点白糖 一勺海鲜酱油,两勺香醋,少许芝麻香油 好吃的关键,再放一点油泼辣子 晾凉的炸花生米 用我的双手搂着搅拌均匀 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做凉拌菜时,要搂着拌,不要抓着拌 这样拌出来不出水 制冷起来更好看 搅拌均匀以后,装入盘中 堆成小扇的形状 一道简单好吃,开胃下饭的拌三丝就做好了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试着做一下吧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